字幕志愿者 李明明 大家早安 我是Misako 我是Nina 我们现在人来到了 山泥縣的大越車站 看看我身後這一台 大紅色的車輛 這就是我們今天想要介紹給大家的 富士山景觀列車 這輛列車是叫做富士山 View Tokyo 因為從這一輛特輯列車的窗戶 可以看到完整的富士山 所以這輛列車也被說是最美的景觀列車 也被說是離富士山最近的景觀列車 那我們頻道的新系列 其實就是要帶大家坐遍日本全國的觀光列車 這個系列真的是籌備超久 每一台列車都是我們一台一台去跟鐵道公司談的 好那Nina我們趕快進去吧 出發 出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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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Nina 已经上来的这辆富士山景观列车呢 因为它这个预约方式跟交通方式有点复杂 来小小跟大家说明一下 它有三节车厢 只有第一辆车厢是你需要事先预约 第二节跟第三节车厢是你不用预约也可以搭乘 那那个是最便宜一个人只要400日币就好 但如果你是想要搭我们现在所在的第一节甜点车厢的话 如果你要吃甜点大人就一个人要4,900 小孩要3,900 如果你想要搭第一节车厢 然后没有要吃甜点的话呢 一个人就是1,300就好 记得第一节只有第一节要预约 那它这个班次呢 是行驶大悦车站到河口湖车站之间 大家如果要来搭的话 可以从新宿出发 从新宿到大悦车站 有直达的电车还蛮快的 薄白价站 鱼筷币就好 所以我们把这边点结feld 体操的时候 是一款车站在那里 另一边的电车站 是北ate车站 有微弹的电车站 常常平均都好 可以下辆的电车站 在电车站 可以她的电车站 可能很快 再里面 第一期 它是可以 我想要亲义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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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撒上了金箔 超级豪华的 那现在这一个呢 是以富士山为形象设计的 巧克力蛋糕 而且它上面很特别的是 用撒了情人果做的果酱 超级美丽的 我最想吃的就是这个巧克力蛋糕 另外一个呢 是长得像云朵一样的特制面包 不要看它看起来白白的 没有什么味道 它是可以让你沾两种特制的果酱 分别是桃子跟葡萄果酱 这两个呢都是山梨县的特产 所以在这边可以吃到 山梨县特产的水果果酱 甜点铺朗除了它附的 这三种甜点以外呢 车上也有提供单点饮品的服务 像我跟妮娜呢 单点了一个也是山梨县产的 葡萄果汁 除了葡萄果汁以外呢 我们还点了这个 来坐富士山景观列车一定要点的 特制品酒 它上面有写富士山景观列车的名字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富士山的图样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超级有收藏价值的 你喝完之后一定要把它带回家 我去哪里 我来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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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生 黄酒 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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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美酒 美酒 美酒 最強的 跪下 美酒 她 我 她 美酒 合影 芋生 是否全部車内のみで販売されてますか 探していただくとですね、池にも売っているもので、車内限定の、今飲んでいたクラフトビールがオリジナルラベルでございます 日和砂糖という地域が作られているクラフトビールでございます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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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